《踢貓效應》 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效應 來自一個預言 從前的一個騎士在一場晚宴中被領主襲罵了一番 他非常生氣地回到自己的莊園 對那個沒有及時迎接自己的管家發了一段脾氣 管家心裡很不憤 回家後便隨便找了一個藉口 將自己的妻子襲罵了一番 妻子心裡覺得很委屈 剛好見到自己的兒子在床上亂奔亂跳 就上前打了他一巴掌 這個小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打了一巴掌 心情非常差 就向正在自己身邊打滾的小貓踢了一腳 心理學家就以這個預言 來描述社會上典型的情緒傳染鏈 我們那些負面的情緒 會隨著社會關係鏈依次傳遞 由社會地位高的人傳向社會地位低的人 由強者傳向弱者 在這個情緒傳染鏈之下 那些無所發洩的弱者就會成為社會的犧牲品 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踢貓效應 或者沒有預言中那麼誇張 但情緒轉移現象在生活並不少見 如果我們無法以一個健康的途徑 來排解不良的情緒的話 我們就會想去找一個出系統 將這些負面情緒都施加到其他人事物身上 而那些對象往往都比自己更弱勢的 或者我們都知道這樣的行為其實是不正確 但就很難去控制自己 心理學家藍迪內心的研究發現 在我們的一生中 大概有30%的時間都會被負面情緒佔據 而這些負面情緒 很多時候都只是因為一些突如其來的小麻煩而造成 很多人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 第一時間去做的事 並不是要冷靜地去思考當中的原因和解決方法 而是想盡辦法去發射自己內心的不滿和怨氣 很多時候就令到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成為了虧粉的工具 但這樣做不僅不可以改善自己的心情 還很容易激發彼此之間的矛盾 很多家庭之所以不和諧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千萬不要令你身邊的人成為你的情緒垃圾桶 就算他們不會將這些惡劣的情緒歸還給你 他們沒有這樣做也不代表他們沒有受到影響 而只是他們選擇忍受你的情緒 將那份的失望和委屈放在心裡 你無緣無故的情緒宣洩 或者就會成為日後關係疏離和破裂的導火線 心理學家是這樣說 那些不良的情緒就像病毒一樣 不僅會影響自己的身心 還會傳染給其他人 傳播的速度甚至比真正的病毒和受菌更快 這些不良的情緒會傳染到其他人身上之後 或者不會一觸即發 但都會在我們的身上潛伏下來 到了某個臨界點之後就會爆發 這些不良的情緒傳染會對我們的身心造成傷害 甚至不厚於疾病引起的危害 所以說 我們除了要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之外 還要懂得截斷情緒傳染鏈 不要讓負面情緒在我們的身上持續傳播下去 莎士比亞曾經說過一句話 不要因為你的敵人燃起了一把火 你就將自己燒死 在人生中 我們難免會遭受到負面情緒的困擾 但不要讓自己一直沉浸在情緒陷阱裡 做好情緒管理 尋找一個合適的情緒抒發途徑 找人傾訴 做運動 又或者聽音樂 製造一個自我和解的機會 令自己的人生道路從此面向陽光 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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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運動